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打工很辛苦 我也跟他们有解释 在网站上的评论上也有解释 然后我就还是有我就谈到我的看法就是说 每个人当然就是说不可能是完全是一致 但是大家参与了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求大家的非常细节的上的一致 但是呢我们大家精气神只要是一致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说真正是在发出了自己的心声了 然后呢今天呢我是想主要谈个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我感觉啊 我们每次都有活动 都有这种动作 当然每个人不可能像电视上拍的那样啊 做的像英雄人物一样的会呐喊 那怎么用我们的行动去体现我们的这种民主的心或者爱心对社会关注的心呢 其实我在想啊 我们大家应该多从这种做一做这种公益活动 比如说我现在只在美国 美国社会上是很干 制度很好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挑剔的 但是呢任何这个地方它都有不干净 或者不卫生需要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用我来想啊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自己民主党 或者说锻炼我们民主党人的这种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 比如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大街上 有很多这个口香堂 吐在地下了 没有办法清理 这就是美国不好的地方 它没有去清理这种口香堂 你在大陆 中国 那就很好 可能不管是说政府也好 人民会去清理这种表面上的这种肮脏的这种东西 当然 我就希望我们民主党人不光光就是说一呐喊 还要就是说再锻炼 怎么锻炼呢 我认为有种感觉就是说 就是说今天我都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 买了这个小铲子 就是说试验一下 我们并没有去做 就是说 我今天有个想法就是说什么铲瓶 美国有地上 地面上有污垢 我们去练习铲瓶 以后 我们如果回到大陆 或者中国社会上有什么不平 我们也可以去给产品这种污垢 然后呢 这样的美国人也可以了解 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什么样的人 不光光是说 只是在领事馆门前呐喊一下 我们对这个美国社会也有现实的这种贡献 对我们 现在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们也要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做贡献 将来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也要为中国做贡献 所以说我有一个小提议啊 如果说哪些地方同仁啊 愿意的话 或者说是更好的方法的话 咱们一同就是说 多做一些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 多做一些这种公益事业 当然 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锻炼 以后我们回到中国大陆 不光光是环境上的卫生的不平 我们就可以去铲除 更多的社会制度上 更多的就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铲除 任何事情 我们要骂 卖国最后要砍 从那个实际行动上 从身边 从小事做起 以后才有可能从大方面的方向去做 当然 我的建议就是比较小一点 而且是说你们也通过实践 我希望就更多的这个我们党员 我们的同仁 一道大家商量商量 咱们能说把这个 我们生活这个环境的大街上 我现在的提议是说 把这个口香糖 咱们能够除去一部分 给美国社会 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 或者媒体的关注 体现我们这个中国民主党 美国总部 每个就是党员的这种社会心和爱心 从一种实际的行动上去体现我们就是说 将来会为中国啊 会为就是说 会为人民做事情 这种社会心上去翻为一个小提议了 谢谢大家 我第一个报名啊 就是说大家有愿意报名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的组织 或者礼拜天 或者组织 跟联系好了 我们就去做一些公益事业 愿意的话就报名给这个洋一洋 就是洋一洋来负责这些事情 这就是说 有更好的提议 就是在外头联系的一些公益事业 我们都可以以这个组织的名义 全部出去做一些公益事业 希望大家就是 着重的就是为这个组织的这个名义 就是说 因为现在来说 大家都在平静的中 就是怎么有突发点 就是能够突破的 这是我们大家要去做的 今后 希望大家能够勇用来参加这些公益事业 好吧 那就今天 要是不说的 我们就结束 好 你上去